我小时候在胡同里住过67年 所以一进胡同里还是非常清晰 时间在这就变得很慢感觉 对 这种景象应该就几十年都不见 这不理发 这应该就在这好些年了 师傅理发的 您好 您一直在这吗 对 那应该附近这些居民都找您留意 我刚才开始记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您这技术相当好了 我听您口音应该不是北京人 山东人 来北京三十多年了 那也是算老北漂了 我爱人也是山东的 我们是同行 人在这呢 您这是一家的 一家的 您生意还挺好的 那回头看 有的四十堂堂都是我礼 四代都上您这礼的 二十多年了 快不要排队 没有天意 您这个不洗多少钱啊 十块 十块啊 现在没地儿找了 哪有十块钱 我这个不洗光理三十 以后上您这礼吧便宜 还能晒太阳多好 还能晒太阳 那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刚才露天礼饭那一家人 在这儿他就成了这普通的一部分了 对 中州县不是一条县 不是一条交通啊 一条景观县 核心还是人 对 在周围居住的人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传统的文化 这是活着的历史 对 快到银顶桥了 但是银顶桥是燕京八顶之一 是啊 银顶观山 这是一个传统的景观 那就是太行山败的西山 过去呢 因为建的一个积水潭医院是高楼 所以呢 西山呢 有些地方被挡住了 然后现在呢 为了解决银顶桂山的问题 它降层了 降到树底下了 这样你看今天西山能看得很清楚 银顶桂山水稻流 这个银顶桂山好理解 银顶桂山看西山了 对对看西山 这水稻流怎么理解 水稻流就是 因为北京是西北高东南地嘛 应该是往东南流 夏季啊 雨水大了 有些淤积以后 这边水比那边还高 就变成水稻流 好围流了 对 算一个景观当时 你别说 它这边还有点像江南的感觉啊 这小桥 对 这个桥1984年的时候 进行保护整治 然后再包括这个寒白玉的南板 哎呀 那咱们继续走动作线 走走走 哇那这块在北京这么大的这个小河 挺难得的 这是原来没有的吧 解放前盖上之前是有的 它是一个排屋排水渠 解放之后 对解放之后把它盖上了 搭了很多房子嘛 然后最近那几年呢 进行这个街区改造 就把想恢复历史水系 把这个历史水系又给它露出来了 北京水系要是好好整理整理啊 其实挺好的 真的 这个城市的景观啊 环境啊都会好很多 有水嘛 就活起来了 然后湿度也会好 而且它这就是这种微改造特别好 就不搭拆搭建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环境 走走走 咱们去一户老人家去串个门 老北京 老北京